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长命百岁是每个人的夙愿 但是人们的一些坏习惯 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慢性疾病和癌症 从而缩短寿命 如果你有以下几个短命的习惯 必须立马改正 让你长寿不是难题 那第一呢就是总是敲二郎腿 敲二郎腿时呢 会使这个臀部扭曲 同样骨盆也是扭曲的 增加了颈部和后背的压力 从而引起酸痛感 此外呢 翘二郎腿也会使血液流动受到阻碍 损伤腿部血管 导致筋脉曲张 那第二呢就是喝水太少 当感觉到口渴时 其实身体呢已经严重缺水 身体的技能受到影响 而且伴有食欲降低以及压抑感 仍然没有及时补充水分 会引起声音嘶哑 皮肤干燥 以及全身无力 甚至危机生命 那第三呢就是 喝冰镇饮料太迅猛 那炎炎夏日 很多人喜欢喝冰镇饮料 来降温解暑 但这其实是非常凶险的 因为食道在心脏后面 胃在心脏底部 喝冰镇饮料会引起 冠状动脉筋软 甚至导致猝死 那么第四呢 就是用力排大便 便秘的时候 过度用力排便 会升高负压 而升高血压 那容易引起心血管意外 比如脑出血 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 尤其是本身患有三高 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的人群 更应该警惕 第五呢 就是一边上厕所 一边玩手机 那么解大便时 玩手机或者看书 可以分散注意力 让大便一直不能正常排出 排泄物一直憋在肛门口 会对血管带来刺激 或产生淤血 从而引起血流回流不畅 或者血栓 甚至形成痔疮 第六呢 就是沉默寡言和脾气暴躁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闷在心里 不善于向他人宣泄 内心过度焦虑和抑郁 这样会导致生理和心理功能紊乱 从而记忆力和免疫力下降 增加了患上癌症的风险 那第七呢 就是弯腰搬重物 直着身体 弯腰搬重物会突然增加 腰椎肩盘的压力 容易导致腰椎肩盘突出 从而导致腰痛 那正确的方法呢 是蹲下身体 弯腿直腰 让重物靠近身体 弯腰时要用手扶住固定的物体 这样才能减轻腰椎的负荷 第八呢 就是缺少运动 长时间不运动 全身的气血运行速度比较慢 肌肉松软无力 免疫力下降 容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 只有保持适度的运动 才能改善各个系统 调节能力 提高基础代谢率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